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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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玉里里長謝錫元 和議員黃湘淑 手上拿著寶特瓶比拼速度 看誰可以更快 把小龍舟拉回終點 這是風玉里 今年的端午節活動 既熱鬧又富有趣味 讓黃湘淑連續兩年 都來參加 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現在端午 除了華龍舟比賽以外 還有包肉粽以外 其實整個節慶的氛圍 也比較少了 那非常高興 還能夠有這樣子的活動 能夠參與 希望辦一些活動 都是讓長輩 可以活活 就是熱熱自己的筋骨 因為畢竟他們很少出門 都坐在家裡 然後我們辦活動 就希望他們會走出來 風玉里長輩多 舉辦活動 不只可以鼓勵長輩 出來走走 拉繩遊戲 還可以訓練長輩的 手力和握力 里長也在台上又唱又跳 奮力帶動現場長輩小孩 跟著音樂舞動 適逢端午家節 黎明帶著醋米家餅 家人朋友 一同參加 熱熱鬧鬧的 共度美好時節 喝什麼 喝什麼 我帶來生日 孩子生日 他一直生日 不停去生日 他生日 華龍舟好不好玩 好玩 今天這個很棒啊 第一次玩啊 這個可以讓小孩子 回味童年 大年也可以一起同樂啊 對啊 小朋友一直說要玩 看到里長 他有開始邀約 要端午節的活動 那其實可以跟長輩 跟里民一起同樂 是很開心的事 活絡社區的感情 然後今天端午節 剛好四天假 就是很多凡家的 子女啊 兒女啊 也可以來看看 自己里面辦的活動 活動現場還有香包DIY 讓大人小孩同歡 也希望借助這樣的活動 讓社區更有凝聚力 促進里民間的敦情慕鈴 讓過節的團康溫馨好氣氛 延續到每一天的日常 記得張世民 李凡飛 公眾報導 字幕提供 注意便宜